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小羽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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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快 再來 加油 我快了 其實16吋這個東西其實他其實也能夠呈現出 對於說我們在商品的部分來說的話 不管是做了特別的激烈的運動 或者是做的是比較休閒的運動 我們的商品在激烈的運動之下 還是能夠可以去保護到我們腳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剪壓 好 剪壓的 我們剛剛有講腳前跟跟後煮都有 對 來 把我的點心拿上來 這是一顆雞蛋 一顆完整的雞蛋 我們從上面把它丟起來 你看喔 沒有 沒有對不對 我們再往後面再試一次 我要證明它 好 如果破了你就不要買 一定人家說 彭哥 你那雞蛋假的 來來來 拿個杯子來給你敲一下 我可以敲這邊嗎 會不會有蛋牛出來 不會啦 要加蔥花還是荷包蛋 有沒有看到 真的 雞蛋 他們在實驗這一塊 是準備得非常充足跟完整的 然後他們兩個的互動 配合性起來 來說的話也算是滿協和的 不會說很突然說好像怪怪的 或者是說兩個會牛頭不對馬嘴這樣子 我們歡迎收看 行男大主廚 讓你吃好 不發福 妳是不是又跑錯場了 因為妳好讓我看到一些 與眾不同的誠懇 以他的外型是好型的 我也覺得 我覺得婆婆媽媽超愛這種 對 跟我想像中的 帶貨賣吃的的主播有一些不同 他不油對不對 他不油 然後他會有點微微的小尷尬 我覺得會可愛 沒錯 的Johnny就看起來不尷尬 Johnny就是因為他要讓我 發現他注意到跟別的不同的地方 他們單打獨鬥我覺得都各有所償 但他們兩個加在一起 是會互相搶戲呢 還是可以造成一種 很難找到另外一個人取代他們旁邊的這個 黑瓶黑瓶 現在這就是一個直播的狀況 兩個主播是非常有誠意的 你知道觀眾很好笑 我剛剛說當聽廣播 我用心感受他們在說什麼 他們剛才唱歌耶 還有人說聽Podcast也不錯 騙收音機了 哈囉哈囉 大家有看到我們嗎 有我們回到畫面了耶 從400變0 剛剛也有觀眾說他在吃泡麵 各位你這個帶回去之後 你把他的湯 不好意思我可能手會發抖 你把他的湯 就是瀝掉之後 它是滿滿的料 幫我轉一號機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料就是我們剛剛展示 給大家看的那一包 我們Johnny 鏡頭都放不進去 對啊 我們Johnny剛只是把湯汁帶到我們鍋裡 我們切回來 謝謝 它就變成什麼了 可以人滷味非常好吃 吸滿了湯汁喔 家裡如果突然來客人七八個 你沒有時間煮的話 你直接倒下去 我跟你講你朋友喝酒喝開心了 湯汁呢非常的重要 你的湯汁可以拿來做什麼 做麻辣滷肉飯 你的湯汁可以拿來做麻辣蒸蛋 你會有很多的變化 哇 這個很聰明耶 這個好 把料全部秀出來 維尼豪吃東西的表情 我覺得是加分的 它有一種誠懇中 那個為美味而驚嘆的小眼神 我們的前六場 來 各位接下來就要進行 非常殘酷而顯靈靈的 超級帶貨王誕生出戰 接下來各位 真的要拼業機囉 是 也就是說在下一場當中 我們要拼的是 除了你們現在已有的積分 還要拼你們帶貨的成績 以及評審更嚴苛的挑戰 有沒有信心 有